重症监护室外,王天琪的家人并不清楚医生遇到的难题。 他们等来的是一张张需要签字的通知书。 鲜血通知书,病危通知书,化疗通知书。 每一张通知书都牵绊着父母的心。 薄薄的一张通知书,写满了各种治疗中可能出现的风险。 家属签字是医生必须进行的告知。 每次签字,王东和妻子努力地听着医生的解释。 他们想从这些通知书中读懂医生的判断。 但医学过于专业,和大多数患者家属一样,他们能够读懂的并不多。 那当时的时候抱怨肯定会是有的,想着字让我们签好了,如果万一不对,就意味着我们签字就是我们的事情,他们就没责任了。 那也会有一点不满的情势在里面。 首先一定要取得家长的理解。 因为家长假如是不理解的话,我们其实后面的治疗的话很难开展。 因为真的是说的难听点是九死医生的事情。 家长一定要充分理解到这个治疗的紧迫性,还有治疗的巨大的一个风险。